聲音 雅耳嘉瑋那個頭髮怎麼捲成這樣子 但是我在她面前 我可能會說 妳頭髮好漂亮 花很多時間要捲 其實我現在是 那時候這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覺得說 你怎麼那麼GAD 其實也沒有 聖宇佑 再約喔 一定... 其實是 所以我們沒有特定去約 他通常一定會約就是 你們這一次有事情沒談完 北部人目的性很明確 沒錯 對 可是如果是南部人 他們是真的要請你 積極 粉腸 有沒有 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不一樣 對 這個到底生的還熟的 糟了... 我不敢吃這個 是 這是滷肉飯 肉肉很明顯 這叫肉燥飯 我在高雄只要二十五塊 我們住嘴才管啦 最近沒有歡迎來我家 趕快介紹兩隊的來賓 我們這邊是南部人的代表 王愷 張家瑋 哈囉 那在我左手邊呢 是我們台北人的代表 我們的崇士晴 哈囉 阿楊浩如 還有阿布 阿布哪裡人 基隆巴督那邊 基隆巴督 基隆巴督 我們這一集不是講這個喔 詹老師已經走了 不要再這樣子喔 詹老師是宜蘭郊系那邊 你在講我嗎 他是龜山頭糞 我覺得你厲害 真的是 我跟你講啦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說 南部人跟台北人做朋友 真的有文化差異這個東西嗎 我是覺得好像還好啊 還是要說 你們台北人怎麼會這樣 走路竿 應該要死 不知道在看什麼 對啊 對啊 怎麼會這樣看啊 對啊 是啊 車那麼多人 他們為什麼都突然間出來搭車 是怎麼了 真的 像家瑋是哪裡人 我是南部人 你是南部 高雄鳳山 高雄鳳山 那王愷是哪裡人 高雄莉亞區 那家瑋你呢 你會覺得台北人怎麼樣 可能以前在南部的時候 就是比較那種純樸啊 大家可能有話就直說的那種習慣了 然後一開始上來台北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聽不懂 就是台北人在說什麼 是 就是他在說一件事情的時候 可能會拐個很多彎 然後我就會聽不懂 譬如說他問我說 這件衣服好不好看 可能我就會很認真的 幫他看一下說 我覺得是還可以啦 不過那個風格可能不太好駕 因為我們要不要試試看別件 還是怎樣 然後結果他表面上都會這樣 是喔 那好吧 那我再看一下好了 妳真的好會建議喔 那我再看一下 走的時候還這樣 瑋瑋下次我們再約喔... 台北人最愛講再約喔 然後結果... 結果回到家 是我們那個朋友喔 他突然間跟我說 瑋瑋 其實啊 我今天有件事情 一直很想跟妳說耶 就是我在問妳那個衣服 好不好看的時候啊 妳跟我說那個很難駕馭喔 我聽了有點難過 然後我想說什麼難過 難過什麼 難駕馭是哪裡... 我們只不過就是 對 是有一點點那個 我覺得你知道就是這樣子的 後來接下來呢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那個難駕馭就好像是 我不夠漂亮 我身材也不夠好 很難駕馭 所以我覺得自己真的很難說 他要哭了 我真想要哭耶 我真想說 妳應該很傻眼 我傻眼 我想說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說... 那下次就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不太適合 一起去逛街什麼 沒關係 那那個 我下次如果要逛街 我們再多約一個人好了這樣子 我就說 好啦 你不用難過了 然後我事後就覺得說 我以後講話要小心一點 後來呢 我就有學到一個喔 就是我看到他們在應對的時候 也有反過來 就變成他在評論別人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們真的好會講話喔 就是 還會說 真的好好看喔 真的好漂亮 你隨時隨地都好漂亮 你看你漂亮到 我眼睛都覺得是有那個 快被你閃瞎了或是什麼 譬如說要誇老人家的時候 就可能說 奶奶 妳今天真的好漂亮 妳這個老人家 真的要漂亮到 比我們年輕人還要漂亮 我都覺得我永遠都不比賽 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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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子弟 而且我們才不會說 對 老人家 可見 可見 妳還沒有被童話 沒有 我才不會說人家是老人家 沒有啦 就說我對象是一個奶奶 我們都會說美秀妹妹 對 美秀妹妹 這樣子才很過分喔 然後看 然後現在可能要改口 叫小姐姐啦 對 沒錯 我覺得也是學到了啦 台北人 聽聽台北人怎麼說 台北人真的比較直接 對不對 皓如 其實我沒有很真心的 要問她的意見 是 妳怎麼想要得到一個讚美 對不對 對 我只是跟她閒聊 又沒有那麼熟 怕逛街尷尬 就是對到眼而已 想說家瑋 你看我今天穿得怎麼樣 妳很漂亮 我沒有想要跟你聊天 還在那邊跟我真心 掏心掏肺 沒有那麼熟 所以她很真心的回應說 我覺得妳這個 可能好像不適合妳 這邊可能有點緊 然後我們心裡就說 真的 我心裡想說 妳穿得也還好吧 講我 對 就會覺得 他們就想說 聊太久了吧 妳這樣 妳只要一個回應 如果是我們在聊的話 我們說 蘇英姐 妳那個好漂亮 在哪裡買 蘇英姐 我找代購 我說真的啊 好漂亮喔 那些鏡頭喔 頂端就是 下次再幫妳一起代購 其實也不會 但是就顯然就是 我們要結束這個談話 對 我以前都聽不懂 我以前聽不懂 表面話 對 就是像王愷桃 他有跟我合作 然後其實到現在 大家有時候還是會跟我說 就是妳就是個傻妹 大家看完要講出來的話 對 妳不要太走心 走進去了 一般打批聊天 打個家戶而已 沒有要那麼深入 然後或者是她說 聽不懂我們台北話中有話 對不對 就譬如說 我有時候看到這個女生 也有家瑋 那個頭髮怎麼捲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在她的面前 我可能會說 妳頭髮好漂亮 花很多時間要捲 妳都花多久出門啊 她可能... 家瑋可能就會很高興說 我真的弄好久什麼什麼的 這個高招耶 對 但是我心裡想說 妳會很認真的回答 她只不過在捷妳 然後妳還很認真的回答 對 我真的捲好久耶 那算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覺得說 妳怎麼那麼假白 怎麼那麼多時間 出門還要這樣子 對 妳看這是傻妹 是不是 真的是傻妹 對 妳怎麼時間那麼多 出門還有時間弄這個 我就會說我都沒時間 我們要弄小孩 我們都隨便輸輸這樣子而已 沒錯 其實也沒有真的要稱讚妳 就是有時候這種落差聽不懂 對 但是有時候南部人真的 就是滿直接 然後也比較熱情 然後我們有時候 只是打招呼客套 然後南部人常常 我就會接不上 譬如說我常常跟我老公 我老公台南人嘛 常常跟他的好朋友聊天 我們就會說 北部人最常常說 初心姐最近好嗎 最近滿什麼 對 她就會說很好啊 很好啊 對 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啊 對 然後我就說 那很棒耶什麼好 就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我可能跟我老公的那個朋友 中南部的朋友聊天說 最近在幹嘛 他們說 好訊軟喔 然後我就想說 那... 我就想說 是幹得好 還是很高 會 還是怎麼樣 不是要怎麼接你知道嗎 那我老公就會很會接 我老公這種南部 我老公說 喔 這麼猛喔 幾次喔 跟誰 跟誰 什麼 很接得笑 他們接得到 對 很奇怪 那個...那個呼應 他們接得到 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我就想說 我不可能去問他說 跟誰喔 很會喔 可是我老公就可以聊得很開心 我心裡想說 這個...這個話題 我就沒辦法了 對啊 可是他們這個應該是 就是閒閒聊的 沒什麼意思 就閒閒聊的 就是會很順這樣子 每個人的那個話語 真的是不一樣 那問候語 真的就是也不一樣 還有一個就是 是 你們聽得懂 鬆水啊 鬆水知道 就是你在南部講一個女生 你長得滿鬆水的 但是他會很開心 可是你對北部的女生說 完了 你長得 鬆水喔 鬆月豪啦 對 其實這個詞 對啊 這個詞不是不好的意思 就是 這是美麗喔 不行啦 因為台北是一個那個 時尚之都的感覺 大家就不想要跟Lo有關係 鬆這個詞就不行 不行啊 面上的意思就是 俗跟漂亮 那本部人拼起來就是 你什麼意思 你長我俗 又長我漂亮 你到底是包我還是扁我 但是其實他鬆水的意思就是 你長得是漂亮 就是你是一般的漂亮 那為什麼要叫一個鬆字 就是比較... 比較一般的漂亮 而不是那種 你真的很美艷到什麼程度的這樣子 就是你是一種稱讚 但是不是過頭的稱讚 像我老公的 像我老公他妹妹很多親戚 也是南部人 然後我有一次也是 就是貴婦行程 做個指甲SPA 然後去101啊 什麼星光三月逛街 拿些高級紙帶回來 然後他的那個 他的親戚一個姨婆就說 好 去世家又去哪裡 紅燒 我說 紅燒 我不是從林森北路來什麼 紅燒 不是 星光三月回來 你那邊說紅燒 你那邊說紅燒 好像說你媽媽說我封燒 那我封燒沒有啦 紅燒就是去玩 去哪邊玩的意思 他就說去街頭啊 你去哪裡街頭 怎麼說我紅燒 開心的意思 對 其實真的我們就是 紅燒沒有不好 還是妳是想說被抓包了 沒有 沒有 我想說我的行程很高檔 為什麼說我紅燒 還一直抱得很憾 好你害怕 沒跟你說 你穿得很憔悔喔 憔悔是不是很憔 憔也會讓人家覺得很不舒服 對啊 憔悔啊 有有有 以前都會講說 你穿得這樣 滾得這樣 但是黑鳥有 沒有 黑鳥是一個 就是很嚇趴的人 大家都會覺得 黑鳥好像是在賺的那些 不是不是 黑鳥是很嚇趴的人 才叫黑鳥 對 就很騷 時尚 真的啊 因為就叫黑鳥 就叫黑鳥 是 紅燒的黑鳥 黑鳥 有... 我媽媽 我媽媽她說她以前的那個外號 叫黑鳥 黑鳥 黑鳥記 就是有造的 有造的 而且她會覺得說自己 就是很霸氣的感覺 很有氣魄 然後她會說 我跟妳說 我以前 綽號叫黑鳥 我做個怕 燒怕的 對啊 妳可以說 我走 不要 不要 再一起問 我第一次來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是可以這樣講的 絕對 不行啦 反正有美鳥姐在 OK 應該那個小朋友要睡覺了 爸爸媽媽看應該是沒問題的 沒有 這就是一個 閩南語的一些意思啦 對 但是意思都不是不好的 那是... 那是一種比較嚇的 我穿得像娘 娘就不行喔 娘就不行喔 娘就是那一種 娘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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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鳥 又是黑肉的意思喔 如果娘就不行 哇 好難分喔 對啊 所以我們就來問問大家 當台北人說這句話的時候 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看第一句 下次再約 就下次再約咩 是不是 你們覺得 下次再約的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下次再約 台北人講出來 下次再約喔 就是 好 基本上他已經沒有 要跟你約的意思了 除非他有再跟你 據姓名也問說 下次什麼時候 什麼時間 要去哪裡 這個就會有再繼續的發展 他如果只回了一句 對 我們下次再約喔 然後眼睛就飄在別的地方 就是你不用再多問 可是其實這個也要看 彼此之間有沒有IG 或者是... 就是那種社群的東西 或者是你有聯絡的方式 有很多人就是說下次再約 但是後來收工回家之後才發現 我們連電話都沒有 連社群都沒有 是要約什麼 對 你意思是下輩子再約 對... 我以前... 我以前剛上台台北的時候 大家這樣講 其實我就會直接手機拿起來 很急啊 就會看一下日期說 那不然幾號... 他說現在忙 我們忙完再說嘛 然後結果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還會再打電話 我說那...我們可以來約了嗎 他說 他說可是我那天要跟我姐妹聚餐 怎樣... 然後可能再... 他說下次再約 好 我再試一次 可能過了一個月之後 我就說那這個月呢 怎樣...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可是因為我這個禮拜 我可能又要跟家族聚餐 或是我要再去工作 我都覺得說 滿合理的... 結果到下個月的時候 要再約的時候 他已經先跟別人去吃飯了 先看了他的那個社群貼文 就跟別人去吃飯 然後...而且都是他的朋友 但並不是那種家人 什麼工作上面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真的很難約 後來我就會去放棄 我就覺得 這句話連自己 都不要輕易說出來 因為別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跟你熟嗎 或是怎樣的 我自己要先思考清楚 不是 其實我們不是拒絕 來 我們就來 哈囉...再約喔... 再約喔... 一定... 一定... 對... 其實就是一種... 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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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那種再約... 其實是再見的在一個等級 再見就是一般的再見 再約是表示我們真的很希望 有機會再見面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是... 所以我們沒有特定去約 可是如果是南部人 我發現他們如果再約 或者說 要來給我請喔 他們是真的要請你 然後呢 像我們台北人就會覺得 應該是跟我們一樣對不對 就說 好...沒問題 來給你請喔 我之前呢 就去採訪一個醫生 就說很有名的醫生 然後他就說 那我告訴你 我們這裡有很有名的那個 你要來給我請 那我們當然以為是客套對不對 他那麼有名的醫生 他一定不會排時間給你對不對 結果我就說 沒有問題 我們一定來 結果我告訴你 我回台北隔天 他的祕書就打來了 說 部長說要請你們吃飯 那請問你什麼時候方便來 我想說 其實我們是... 我們不是說過而已 對 說過而已 就是這天就會跟妳說 他現在說 部長說有兩天 你看這兩天 你有哪一天方便嗎 就是他的真心 他們是真心的 真的 這就是南部人的熱情 不是口頭那個真的要對 所以我覺得 南部人你就要知道 他說要請你 你如果真的想去 你才要說好 你不要給人家隨便答應 可是如果北部人他說再約 那你不要受傷的原則 就是你看他的動作 第一個 他通常一定會約就是 你們這一次有事情沒談完 所以明確你們是有事情要做的 比如說你們剛好談到一個合作 可是這一次沒談完 他說那我們再約 那我們要把什麼事講完 做一個結束 第一 北部人目的性很明確 沒錯 對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而不是莫名其妙要約 這個時候他就約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要馬上把這個組織網架構起來 就是你會發現 他馬上拿起他的行事力來說 哪一天 那天什麼人要來 阿嬤來的美秀姐要來 家瑋要來 好 現在要的群組撐起來 中間有這三個動作都做起來 表示他真的要約 很認真 就是行動派 我剛剛講的 如果說再約再約就沒有下文 你就不要再追問下去 對... 你就不用那麼期待說 什麼時候蘇清要來約我 沒有 來 我們來看看第二個 第二個 是 這裡很輕 這裡很輕 你們這裡這麼輕輕 我帶那個台北人的阿布 來看房子 那位置很偏僻 阿布就會說 來 這裡很輕輕 阿布 妳是真的很喜歡這邊的房子嗎 不喜歡啊 對啊 是不是 都會把架口倒閃 對 就說這裡很輕鬆 就要是很安靜 剛開始如果我們會聽的話 我們真的會不會錯誤 不會認真 對... 阿布都這樣笑笑的 然後沒有認... 就是他的情緒 不會表現得這麼明白 你就會覺得說 這道理看不懂 就是妳還不會... 妳還不會分辨的 對... 妳這句話的含義可能 有兩個含義 然後有時候我們還傻傻的 真的嗎 我也覺得這裡很輕鬆 對... 就是真的嗎 就是真的嗎 妳聽不懂 我是說這裡很明明 沒有人帶這裡 妳是不是帶妳的 阿布的旁邊 但安全到這樣 一隻尿子這麼久 沒有咖啡也沒有這樣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通常 我聽到他這樣講 我可能如果我是房仲 我就會補一句 但是妳不用擔心喔 我們生活機能很好 雖然很安靜很輕 但是其實妳那邊 就有一個便利商店 那邊還有 那邊什麼 因為其實他可能 話中有話就是很不方便 那妳看阿布姐的先生 還是南部人耶 對 對啊 妳說 有時候講話 直接妳撞不住嗎 我們有一次是 他的朋友 找我們去南部 台南看房子 說什麼 那邊要台積電什麼設廠 知道 去看周邊的房子 然後我們就全家大小 去那邊看新房 然後妳知道 帶小孩子去看房 都有一說是小孩子進去 如果感應不好 小孩子會一直哭鬧 對 那就是我小孩子那是還小 我們就一進去 妹妹就一直哭一直哭 而且她指著門口 就一直這樣 啊 一直一直 啊 那我心裡想說 哇塞 這間房子好像不太行 就是 不開心嘛 那房仲也在那邊 然後我老公的學長 台南的學長也在那邊 那所以呢 我就是 我就是台北人 我就要表達我 我就抱著我妹妹 然後我妹妹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那個房仲說 不好意思 我女兒沒睡午覺 她今天有點不舒服 再亂了 體溫 體溫有一點高 對 吵叫了 吵叫小孩子都這樣 我說 不好意思 那可能 下次再來 下次再約 下次再聯絡妳 這句話好好用 對 然後我就可以 我可能跟我老公使個眼色 就這樣 然後我也跟他那個 南部的學長 就說學長 我女兒再死個眼色這樣子 說我要出去 那學長她說 你先出去 沒關係 她就跟房仲說 她說 是小孩子 怎麼哭成這樣 怎麼有人自殺 是不是 怎麼過 她說怎麼會這樣 她說 如果你不跟我們講的話 就是凶宅 然後我老公在旁邊 就想說 就兩條 就三條線就想說 怎麼講得這麼直接 因為我們會不好意思 就不喜歡就不喜歡 就找個藉口就出去了 雖然說 可是沒想到 南部人的熱情 直接就來了 直接講 對 然後有人煮什麼 像西洋 對 西洋 然後那個房仲就說 沒有啦 怎麼有可能 那個新的金房子 在那邊飄過來 對 然後他以前是怎麼樣 一些粉場 以前是蓋在哪裡 然後就問得很直接 那我們聽了 我們就覺得沒關係 其實你也不用問 因為自己心裡知道就好 但我們真的會 先懶在自己身上說 不好...是我女兒不好 是我女兒太鬧了 所以我先走 但我不會說是你們的問題 是 我們的問題 但回去當然 一上車就跟我老公說 那一間怎麼這樣啊 怎麼那個氣場就不對嘛 住進去還得了 什麼小孩子罵罵號的怎麼樣 當然私底下就會這樣講 但是表面上絕對 可是有時候真的 這台北人的可愛 其實台北人也有習慣 說好話的喔 是 我記得有一次啊 我們有個朋友 他們就是南部人 然後結婚 我們就一旦 他跟我們盛情邀約 跟我們說一定要去吃他的喜酒 於是我們一夥人 真的就開車飆下去吃喜酒 那我們當時的想法是 印象中南部人的婚宴 都是超豐盛的有沒有 兩下都要一人一隻的 包餅都要一人一隻的 是不是 還在那一盒呢 還在那一盒呢 還在那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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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都也是這樣子傳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家是從覺得 中午就不要吃太多 因為晚上去 你如果人家剩太多 人家就會覺得 一定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那一盒都沒有 對 所以就是中午就沒什麼吃 開車就下去 對不對 結果到了那裡完蛋了 他可能桌數沒有算好 爆桌 爆桌之後他只好盡量擠 你知道 每一桌的人盡量可以擠 可能一桌十二個人 對 本來是十個 就變十二個人 對不對 所以桌很擠 桌很擠 可是你本來的菜就是 要給10個人吃 對啊 所以他只有10份 所以變有的人 不一定會吃到 第二 偏偏我們認識的那個人 他可能是在台北 跟我們混熟的習慣 所以他沒有那麼豐盛 沒有 所以他的菜呢 其實是剛剛好 就是分量也沒有特多 所以你知道人又多 他有分量剛剛好 於是根本就沒吃飽 那沒吃飽的情況下 是不是送客大家一句話 他就會來一下子幹嘛 說今天呢 真的不好意思 人沒有控制好 就是人手 不好意思 有吃飽 是有養的嗎 有養的養 對 有吃飽嗎 有吃飽嗎 台北人是不是就不好意思 直接說沒有啦 你人緣好是不是 你人緣好人家才會都來嘛 是不是 沒有 這樣剛剛好 剛剛好有吃飽有吃飽 可是事實上很妖 對 然後沒有 然後一行人想說 還要開車回台北 不然先去吃個宵夜好了 反正南部很多夜市也很好吃 對不對 就是附近去繞個熱炒店 就坐下來一群人吃 開吃沒多久 主人帶工作人員來吃 因為工作人員不是 也餓 也餓 對... 所以主人帶工作人員來吃 賀蘭發現 那個人不是說沒餓 我... 南北食物大亂鬥 點菜真的好困擾 很長 有沒有 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長到不一樣 對 這個到底身材還熟的 熟的... 我不敢吃這個 是 這是滷肉飯 沒有...這叫肉燥飯 我在高雄只要25塊 昏醋誰開館 節目最後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好 來看第三個 智慧有什麼樣的那個 第三個 妳說的我明白 妳說的我明白喔 是 妳覺得什麼意思 應該也就是客氣 我們會先贊同人家 人家說的話 這不是有個三明治理論嗎 我是先贊同妳說的話 第一層 後面那個 但是 第二層 第二層 然後最後再圓回來 當然妳也很好啦 第三層了 你長得我也很贊同 但是其實第一層跟第三層 你都可以把它拔開 只有中間 只有中間那個蛋跟培根的時候 你要把它吃掉 上面的麵包都不要這樣 沒有錯 其實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粉絲 我們現在不是都會講說 粉絲有時候講話 都會比較痠一點 酸度很高 很高耶 那個酸都可以泡那個屋出來喝了 很酸 有時候千萬不要走心 你要跟浩如一樣的心情就好了 說聲笑 春耍就春耍 真的不然會很辛苦 因為其實我覺得粉絲 南北就很不一樣喔 在台北遇到粉絲的話 譬如說有時候常常看到 人家認出我 那我有時候是在帶小孩啊 素顏啊什麼的 他們就說 你是那個電視上什麼樣子 我說不好意思啦 那個素顏很醜啊 然後台北的粉絲就會說 不會啦 很清秀啊 很美 看起來很清秀 看起來 還是很美 還是很美麗啊 對 但是不一樣的美 很有親和力 對 那你電視上就是 比較聰明 比較犀利 現在比較有親和力 但其實就是我素顏嘛 所以這樣 邋遢嘛 但台北人就會這樣講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就說 那可以照相嗎 那因為他這樣講 我們當然說 好好好可以啊可以啊 然後就是跟台北人就這樣 但如果我去中南部 遇到粉絲的話 就跟家瑋講一樣 他們非常的直接 對 他們就說 你是什麼什麼爐什麼爐 我說 對對對 我好爐啦 他們就說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沒話中了 下來玩 他就說 沒關係啦 誰說有差喔 不要緊啦 真的真的 從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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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你電視裡面就是明星 現在是一個媽媽啦 媽媽有沒有 他說 有時候啊 南部的粉絲真的會很可愛 很熱情 就是一個媽媽的感覺 或者是那種小姐阿姨之類的 他就會這樣 對 他看到你 來... 對 好像跟我很熟 來... 一雄啊 來... 真的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傻傻的 我就會傻傻的 有...真的會這樣 很尷尬 對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 你認識嗎 我... 我還有碰過那種意思 但是我知道 他很想要跟我聊天 或者想來跟我講話 可是他不知道 要用什麼方式 對 他走過來的是 有啦 真的... 真的 好像跟你很熟 有...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你這麼兇的意思 我跟你認識嗎 他說 我看到你 他就是不知道 該怎麼樣去 來跟你講話 但他選擇的方式 可能就是他覺得 他自己用這個方式 好像跟你很熟 可是我心裡想說 對... 那也不要這麼兇嗎 對... 還有那種阿嬤也會跟我講說 你本人比較散耶 電視看起來比較肥 你本人比電視更漂亮 他剛剛說 他生得有比較A啦 好得知道 你不是AV底啦 你更散 他們開始真的一堆 對啊 然後所以啊 他們看到我就什麼 要跟我拍照 我就說 不好意思啦 我沒化妝喔 不要 那要怎麼接啦 你知道我怎麼回 然後他就說 不會啦... 我說 這樣喔 我說不要啦... 不會啦 你本人看起來我比較散耶 我跟你講 欸 電視怎麼這麼胖啊 就悠悠的 對... 回了一句喔 我就悠悠回了一句 我也會說面子 如果你要叫我怎麼轉飛 可是你... 你是把他用功的啦 你知道嗎 我還堵到那個行動派 你知道嗎 我一直堵到一個人 就迎面而來喔 然後就往我的腰部 給我捏下去 他一個阿嬤啊捏下去 嗯 阿本人就沒那麼大塊耶 真的耶 我不騙你 可是那個... 欸 他們其實給我們的感覺 其實是最真實的 他們也沒有什麼南部人 台北人之分 就是最真實的那一個 那有時候喔 就是我們難為的是 我們也只能笑笑 我們什麼都不能講 因為如果你真的在意他的話 你怎麼做藝人啊 然後你們有沒有聽過那個 南北的貴姊 講話的方式都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啊 因為我... 我十七... 我十八歲的時候就來台北 我第一份工作 是在萬年大樓裡面的一個 舖來品店 然後呢 我是那種 真的不好看 我就會跟你講不好看 你不要在那邊比比的半天說 這樣好看嗎 我就說這個顏色真的好像 不是很適合你 要不要換你顏色試試看 真的假的 對 我很喜歡你這種照片 你這麼的直接喔 對 不然耶 就是你貪馬回去之後 因為你也不想讓人家浪費錢啦 真的你要回去看 對 那那邊你又不適合穿 然後他們就反而會覺得說 真的喔 那你覺得什麼顏色比較適合我 我就拿了幾個顏色說你自己挑 這幾個顏色都還不錯 但是你剛剛那件真的不行 他就會接受你的意見 可是... 那真的很好 北部的很多銷售人員呢 的方式就是我不懂為什麼 就是明明不好看 不合身 然後就說很好看 你搶這件真的太漂亮了 這件衣服真的是好適合你喔 不買太可惜了 最後一件 這是你的尺寸什麼的 明明就不好看啊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講到 好像就是把它捧上天這樣 其實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心態 就是 如果我去碰到這樣子的銷售 我會覺得 好了 你很假 可是到現在為止的 很多的銷售 還是一樣像這一套在銷售 那我很想知道耶 就是像譬如說我要問 我身上這件衣服好不好看 我想要問皓如姐 我要怎麼講啊 就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要怎麼去回答 會比較合適 對 比較不會得罪人這樣 沒有啊 我一定會是用稱讚你的方式啊 是 我一定會說天啊你好瘦喔 那你穿這個平口的衣服 這樣方便嗎很好看 這這麼瘦才能穿 可是這個不會不方便 不會一直滑下來嗎 不會啊 我覺得它裡面有膠條啊 裡面那個防滑膠 它是用膠條 我以為是可以用餘線釣就好了 因為有的時候就是比較不方便 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你胸部這麼小 還可以穿這個喔 對啊 你看 它真的是很單純 它真的是很單純 對 真的喔 像從撐得住的意思嗎 沒錯 沒錯 好奇妙喔 而且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們都會這樣 這樣想想 聽起來很合理 我跟你說很溫柔 而且很合理 會覺得說 哇 你幫我放在心底下 哇 你在關心我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學起來 如果皓如姐 如果她說 你覺得我今天漂亮嗎 我要怎麼說 是啊 就只有漂亮而已啊 我不會問你覺得我今天比較漂亮 我們根本不在乎你們的想法啊 就是怎麼漂亮還有這種種 這個就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會 我們會在等待你自動來說 我們很漂亮 對啊 對啊 不希望你們的認同 因為你問人家 人家如果沒想講 就為難他嘛 對啊 如果我們問的話 就是想引起注意 對啊 所以其實 不管是語言上 或者打招呼方面 其實真的是 南北各不同 還有一個 食物 也是南北各不同 南部的菜名 真的有些是 像粉腸 粉腸 我那邊也是叫粉腸 不過我跟妳講喔 翻開之後 妳會知道喔 我跟妳說不一樣喔 粉腸 粉腸喔 來 這是北部的喔 哇 那就是粉腸 是不是 粉腸很多啊 有熟悉嘛對不對 對… 那我跟你說 那我們再來看看 南部的好不好 粉腸 有沒有 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對 而且啊 以我們南部人來講的話 你吃的習慣嗎 我第一… 老實說我第一次到台北 第一次去這種 菜喳打點這種東西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沒有看 我就直接很明白地告訴她 說我要吃什麼 要什麼… 當她把這一盤端上來 放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看到她 愣住了大概 五秒鐘 是 我說老闆 我點就是 粉腸 對 這就粉腸啊 還滿兇的喔 就粉腸啊 後來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吃吃看 我吃了之後 哇塞 不知道該怎麼說 那個口感簡直 就是讓我覺得 我們南部也有這個不是嗎 可是南部的不大一樣 因為它這個 北部的粉腸比較粉 而且它有一種 要熟不熟的感覺 所以咬在嘴巴裡面的 口感是很 對我而言 它就是來裡面 燙的脆 它就是想要那個脆 那個才真正的粉腸 對 這感覺最好吃就是裡面 顧名是粉腸 就真的是粉腸 對啊 可是南部的粉腸不一樣 南部我從小到大吃的 就是這一種 就是我的印象中 就是這種紅色的 然後裡面就是有一點粉 然後裡面有一些肉這樣 那這裡面到底是什麼啊 我覺得是 紅麴嗎 應該是紅麴 紅麴 然後很像香腸 幾個不一樣的地方 每天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香腸嗎 我去台南點拼盤的時候 我們也是點米粉腸 然後我老公去問我說 要不要來個腸類拼盤 我想說台北是不是就是 大腸啊 小腸啊 花蓮啊 這種東西 就一來 一整盤 那根本就是夾醜肉 那是主食耶 那不是小菜耶 各種腸是不是 你這個吃飽 你還要吃米粉湯嗎 對 吃下去就不會啊 完全 那小菜一來 全部都是飽的 真的... 對 一定要夾醜肉 那你們應該都吃得習慣吧 這種東西 吃不習慣 我吃這個才吃不習慣 這個...哇 它不是你強的 妳吃得習慣嗎 我也不太喜歡這個 因為吃腸子我就... 然後那個是有灌過 我覺得就是有加... 也不是加工過 就是它感覺就不是那種腸子 它也沒那麼可怕 它兩種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樣 沒錯 粉腸跟粉腸 這個腸跟這個腸 是完全大不動 那它在台北點得到嗎 我再來 台東都點得到 南部的是比較扎實 是 對 但是台北因為可能 也比較少人點 所以你要去某一些地方才找得到 但找到也許也沒有這麼道地 是 因為我們台北人吃的是灌牆 灌牆的肉會比這個更熟一點點 我敢看 而且這個到底生的還熟 真的... 不...熟的... 我被搞到一個 很亂耶 這個才是真的 我再來試試看 其實我不敢吃這個 是 你再試看看 超好吃的 那個粉腸煮湯也好吃 香腸 香腸 對 所以在台北如果要點這個的話 我可能要拿圖片給他說 我要吃這個粉腸 對 入口即化的感覺 怎麼了 還是... 綿綿花花 真的假的 可是這個我完全不敢要耶 是 因為... 它跟我們的不一樣 這我也不敢吃 它... 它真的是粉腸 對 它就是你咬下去之後 它精華就是裡面那個 對 裡面那個就是糊糊這樣 你知道嗎 對 然後那個糊糊會覺得說 到底是洗不乾... 沒有洗乾淨 還是說沒有熟 你也不習慣嗎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還可以接受 只是說 怎麼會有點像是那個 謝謝 便便在裡面 不是... 呼呼 你就不知道那個是怎麼樣 天啊 家瑋 你看我 我看你吃我 才會覺得很難吃吧 怎麼樣 我們才第一道食物 第一道王愷介紹的那個粉腸 就已經這樣子了 那下一道我告訴你 家瑋來介紹 滷肉飯 總可以滷肉飯可以 那個... 大家都會一樣吧 吃南部的 吃八部的都差不多啊 台北人叫做滷肉飯 不過南部人叫肉燥飯 其實我剛上來台北的時候 我就想要找那個滷肉飯 這邊是台北的 是 滷肉飯 滷肉飯啊 滷肉飯啊 不行... 這是高雄的滷肉飯呢 就不是長這樣子 這樣這邊不是嗎 高雄的滷肉飯是長這樣子 不是啦 在高雄這個叫滷肉燥飯 肉燥飯 沒有...這叫肉燥飯 不是 肉燥飯是只有瘦肉 絞肉去打的 叫做肉燥飯 然後這樣子 一塊塊肥肉叫做滷肉飯 小時候我常常吃肉燥飯 我媽幫我弄肉燥飯 就是長這個樣子啊 然後我們的滷肉飯呢 你要真的有一塊肉啊 你知道嗎 我剛上來台北的時候 因為上面真的就叫滷肉飯 然後我就想說點點看 然後結果呢 那一盒就這麼大一盒 然後飯平鋪 然後上面一點點醬汁 然後這個滷肉呢 還有點白 就是幾個幾塊幾塊這樣子 這樣子耶 滷肉飯要60塊 我在高雄只要25塊 然後一顆滷蛋30塊 我最一碗就很飽啊 而且上面的肉 是這樣滿滿的耶 我跟你講 這個還算多耶 在台北的話 它的一定是一小撮而已 不是那麼多耶 差很多耶 有啦 我也有想到這個啦 後來我有研究過台北的美食啊 它真的就是很貴 然後東西都會減 份量比較少 但是一樣是好吃的沒有錯 所以我又覺得說 怎麼差這麼多 因為有電珠 有能力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成本很高 可是高雄真的好吃 稍微大碗 我知道南部的那個 觀念跟北部了 我們的肉燥 肉燥飯 然後南部要把它放大 肉燥要變這麼大 跟肉燥飯 對啦 然後把滷肉再放大 這樣才是他們的 但是真的對了 對啦 就是每個都放大 對啦 對啦 你剛才吃也有說 要吃豬肉啦 等一下 那如果去他們那裡 連烤仔飯 就會變成是 腿口整個出來都 對... 差不多的 這隻滴到 這隻滴到 烤烤乳豬這樣 我阿嬤以前那種 辦那個喜宴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 整塊這樣拔 整塊 烤肉 整塊很大塊 很不了解 不怕人吃 真的 不過南部的口味 跟北部的口味 真的不一樣 南部是比較鹹 尤其高雄比較鹹 台南比較甜 我們北部其實都很折衷 北部的口味其實還滿好的 是 我剛剛來台北的時候啊 台北什麼東西都吃得到 就是你要吃中... 中部 南部的美食 你都找得到 但是就是 對啊 因為不鹹 你要不要去快篩 不鹹 不鹹 我就是... 我今天篩過了... 篩過了是不是 就是你長得也一樣喔 但它就是不鹹 對 因為南部人...高雄人啦 高雄人真的吃很鹹 然後高雄有一家非常有名的 滷肉飯叫南叉滷肉飯 很有名 它真的有夠鹹 真的 但是它每次吃一次 你大概就要休息給半個月 到一個月 你才會想吃 因為那個賣鹽的被打死 就是他們家可能 副業是...你知道開醬油場的吧 對 就是很鹹 可是就很好吃 就連我現在到台北這麼久 我每一次回去 就是一定會去吃 沒錯... 而且它永遠大排長龍 不然就像那種什麼肉圓 台北都是炸的 油的 然後高雄都是用那個蒸... 用蒸蒸氣的那種 而且很小顆 對 一顆這樣小小顆 很小 我跟妳說還是會薄喔 一顆才只有五塊六塊 五塊 以前是五塊 現在可能有些會賣六塊 但是有些還是保持傳統 就是五塊錢 然後可能你每次點個五六顆 然後吃的時候呢 加他們的番茄醬跟醬油 加完之後呢 你那個醬如果把東西都吃完的時候 有剩下一點點在碗裡對不對 我們都會加熱湯 然後加蔥放在裡面 就像我們的甜不辣一樣 對啦 甜不辣 因為肉圓加番茄醬油 因為我... 但我都不懂 為什麼你們要把水晶餃 要偽裝成肉圓 它不是水晶餃 它是肉圓 而且廣東會廣東 粉不一樣 粉不一樣 可是我吃到的肉圓 都是在高雄都是用炸的 你們有吃過嗎 有啦 就是台北的那種油炸的嘛 不一樣... 有兩種... 一種是低溫油炸 一種是高溫油炸 低溫油炸就是吸它的油 它會變軟軟的那種 高溫的話就會變硬硬的 對... 我吃的都是... 對... 我吃的都是那種 外面是酥酥的那種 就是那有一顆這樣子的嗎 然後扁扁的那種 我們北部都是低溫油炸 對 它不會變熟的那種 你被通話了啦 沒關係啊 因為我住的是高雄是炸的 炸的那個 炸的 我們還有一種食物 我跟你講 我發現還有一個食物就是 有時候北部人也搞不清楚 就是說 之前我一個朋友啊 他去台南 然後他就去那個攤位前面 就指著一個東西說 老闆 我要那個米糕 老闆就忍忍的看著他 那油飯啦 然後他說 油飯跟米糕 米糕不是這樣 檔子裡面那個檔子米糕 那是米糕 一碗是要叫做米糕 他說那就是油飯 那就是油飯 那就是米糕 然後搞不清楚你知道嗎 我怎麼分辨你知道嗎 上面有肉鬆 魚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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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肉鬆 都有啦 其實都有 他會淋那個醬汁 然後再放一點魚鬆 上面有稍微小黃瓜 肉鬆就了 小黃瓜還有薑 薑啦 有薑的 還是我覺得 所以這樣子看到上面有 類似肉鬆 魚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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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它是米糕 可是問題來了 他們更妙的是 他們連滷肉飯也能加肉鬆 很多啊 那可以... 你們南部滷肉飯還加肉鬆 當然啊 肉鬆很百大 加來白飯也可以啊 對啊 那都已經有這麼豐富的肉 可是它不會很多 它就一點點給你在旁邊 對... 就像我們一大早會吃 因為你把肉鬆當作鹽水來用就對了 對... 也差不多這個意思啦 像你家蔥一樣嘛 對... 我跟你說 真的每個地方的那種吃東西 真的不一樣 我記得我以前就訪問過一些 我們在宜我們宜蘭的時候 有一個年輕人在賣 滷肉飯 沾過去之後他煎一碗軟 那個軟是什麼 沒有一碗的 半熟 然後你一定要把那個軟打開 對 然後... 這樣吃 台中也是這樣吃 可是我不允許 我不允許那個... 蛋黃那個弄到飯粒 我也不喜歡 我會不舒服 就是很奇怪 妳有嘗試過就是滷蛋 熟的滷蛋 把蛋黃撥出來 然後... 不能 不行 滷蛋就不用 滷蛋就不用蛋黃不熟 可是如果像這種蛋 一定要半熟 然後呢 要加一點點的醬油 雖然說這個滷肉也有鹹了 對不對 然後把它放上去 然後腳就這樣 觸破它 你也... 這個我也不行 這個我真的不行 妳給我一碗白飯 給我一碗白飯 我可以加這個 如果這個加這個 妳就沒辦法 這樣... 畫面... 我畫面感到有夠 這不夠水 不夠水 不夠水 這樣... 這樣沒有... 我跟你們說要怎麼吃 這樣...有沒有 妳該不會還要加肉 收當香水吧 等一下... 這樣對不對 我覺得你們可以成為朋友 我們這集應該可以夠了吧 因為他們成為朋友了 這樣子很舒服 這樣舒服... 舒服... 這樣可以 北中南大集合啦 這可以... 怎麼樣舒暢是不是 我跟你講 那個蛋黃在裡面這樣 黏著畫看很像 起司 然後這個幫我加一點點 那個醬油的 對...我跟妳說 這真的... 妳還是... 妳要吸飯 它很百搭 吸飯我還OK喔 但是不能有韓籍喔 我不喜歡韓籍在裡面 我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跑進去 是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台北人的朋友 帶來的春捲 對 春捲呢 我們這邊的春捲 好像都是炸得比較多對不對 對... 可是南部的春捲 不是喔 南部的春捲有的是 就是皮 叫做潤餅捲 對 潤餅 對 潤餅捲 對... 是真的不一樣嗎 我們來看一看好不好 好 來 好的 台北的春捲 這是台北的 台北的春捲 對... 跟南部真的差很多耶 是 我跟你講 最主要是如果妳看價格小的話 看容量的話 妳說有差嗎 妳要買什麼 這怎麼... 這個皮 這怎麼拿是春捲 而且... 這什麼是飯餅啊 老啊 這個是那個 假假的雞腰一條 對啊 很大一根 有沒有 很大一根 那妳外面這是不是一個圓的餅 對...沒錯 包的 然後包花生啊 什麼的 對... 它就叫春捲好不好 而且呢 裡面呢 還有加那個 你們知道有加油麵嗎 加油喔 加油 油麵 對 再加一點糖粉 以前小時候都會這樣吃啊 而且我們早餐也都會吃這個 就是拿一個很方便 而且這樣會飽啊 吃到豬幹 春捲是點心啊 但是我們這個也是點心啊 我們這個也可以當點心 我們就是... 你這一根要當點心 南部美食太驚人 分量十足隨你吃 春捲心裡就會想說 乾乾的 酥酥的 一小條 奇怪為什麼從後照鏡 遠遠看到我老公 拿了兩個沉澱澱還可以甩喔 我說奇怪 他在買什麼東西 一拿出來真的是 而且你照片之下 你很像本丸 媽媽都說 你這個吃的雞腰而已 節目最後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但是媽媽都說 媽媽都說 你這個吃的雞腰而已 你有沒有看到起司蛋糕嗎 南部不是很多這種肉類嗎 有啊 台南不是有一家排隊的 對啊 擦德春捲 擦德春捲 擦德春捲也是我老公一拿回來 我想說遠遠看到他 還要排隊喔 我們車子還零停 然後我老公下去排隊 然後我想說春捲心裡就會想說 乾乾的 酥酥的 一小條 我還可以帶在車上這樣子吃 奇怪為什麼從後照鏡 遠遠看到我老公 拿了兩個沉澱澱還可以甩喔 很重喔 你知道他兩個放在裡面 這樣是有重量跟胡靈的 這樣子你知道嗎 奇怪 他在買什麼東西 一拿出來真的是 他說 而且你張看之下也很像 很像滾丸 讓他兩個放在裡面 這樣是有重量跟胡靈的 這樣子你知道嗎 奇怪 他在買什麼東西 一拿出來真的是 而且你張看之下也很像 很像滾丸 滾丸 其實真的啦 就真的是喔 台北的食物跟南部的食物 其實真的是大不同 去到那邊 我們就去吃當地的食物是什麼 就給他交朋友就對了 總之下次再約 沒錯 沒有啦 下次再約喔 下次再約喔 好啦 謝謝四位的分享囉 謝謝 下次再約了記得幫我們分享 下次再約喔 我們有新的小禮物送給你喔 再見 加油 真的我每次都養下 好累喔 好累喔